哈喽,我是甜甜 看了亲爱的热爱的 然后追了我们都要好好的 深山来了 奈何BOSS要娶我 大约是爱等剧 真的都超甜 我把最近看的新剧写在最前面 排名不分前后 但保证糖度是分 暗阁里的秘密 暗阁里的秘密是由张孝安指导 陈哲远、徐梦杰主演的青春校园剧 该剧根据耳东兔子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优越不羁的校园男神周思越 与倔强可爱的灰姑娘丁线 二人从互相排斥的同桌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生活中 逐渐发现对方的优点 陪伴彼此度过青春路上的低谷与迷茫 最终彼此成就蜕变的美好青春故事 超级甜的双向暗恋 前妻女生视角的暗恋真的写得太棒了 因为男主真的很优秀 所以女主就会在这段关系里有一点自卑 为爱考清华想想都伟大 女主真的是执着 不仅仅为了男主也为了自己 最后复读一年考到了男主的大学 也就是清华 能匹敌的爱情才更加长久 所以务必记住这一点 不要追寻光 要成为光 还记得副首尔姐姐说的 要感谢自己的初恋 她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闪闪发光的自己 周四月真的是很理想的小少爷人设 谦虚又傲娇 通透又聪明 她比同龄人都知道要什么 她说 在最该做这件事的年纪 把这件事做好 不留遗憾就很好了 女主的演技有些拉垮 但是谁能抗拒满是青春气息的爱情呢 这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本片根据赵前前同名小说改编 司徒墨毕业在即 从小便习惯服从安排的她 对前途迷茫懵懂 随波逐流的尝试各种安排 总是鼓不起勇气为自己做出选择 因心老笑去病笑 无理系的高材生 顾卫一闯入司徒墨的生活 平淡无奇的生活 掀起了啼笑皆非的浪花 几次三番的交战 让司徒墨和顾卫一这对欢喜冤家 逐渐走进对方的心底 更是误打误撞的成为合族盟友 在相处过程中 两人逐渐放下偏见 在对方的鼓励和帮助下 找到人生和事业上的新方向 也收获爱情 两人共同经历了毕业 求职工作 才明白原来最温暖的小时光 就是走对的路 与对的人做对的事 遇刺小舞座 遇刺小舞座是由苏晓彤 王子齐领衔主演的古装甜爽探案喜剧 该剧改编自清闲丫头所著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唐中晚期 来自西南山区舞座世家的少女楚楚 为实现梦想独自来长安闯荡 参加舞座考试 遇到断案如神的安郡王萧锦鱼 萧锦鱼召集楚楚 锦鱼冷月等人作为搭档揭秘探案 伴随着一个个的案件破解 团队一步步揭开谜底 最终破解了一场延续18年的惊天大案的故事 女子保护女子是天经地义的呀 男主智商高 破案快 对女儿温柔知智 是无惧系 面面俱到 破案那么忙还要抽空谈恋爱 双强人设十分得人心 这次女主不再是傻白甜 女主单纯聪慧 业务能力强 是男主事业的不 二帮手 此句三观很正 强调了女子也可以有事业 可以选择自己爱情的自由 短小金汉的破案小爽剧 男女主见逢插针谈了个恋爱 姗姗来了 本片根据作家顾曼的短篇小说 姗姗来迟改编 效力于风腾公司的白领艺人薛姗姗 突然被公司员工叫出来 原来公司老板风腾的妹妹风月急需输血 而她稀有的血型偏巧只有姗姗才有 于是姗姗只得按照老板和主管的指示献出鲜血 大概也从这一刻起 她才发现毕业于三流大学的自己 能够进入这家令人羡慕的大公司 并非是她有什么过人的才能 更不是凭空撞上了狗屎 无非是沾了稀有血型之光 献血时间之后 姗姗可以和平时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的风腾进行交谈 许是前世的姻缘 一向正能量满满的小吃货 姗姗偏偏成为风腾最爱欺负折磨的对象 有趣的故事也在这一过程中挖开序幕 《月光变奏曲》 《月光变奏曲》是由于舒心丁与西领贤主演的当代都市剧 该剧改编自静江文学成作者清美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人气满满的职场菜鸟小编辑 初里遇到两副面孔的傲娇大神作家骤穿后 出发一场有对有甜的恋爱成长的故事 男主这段内心颇白绝了 此时此刻正有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在我的厨房穿着我的拖鞋挥着我的菜刀 在给我和我的二狗做饭 我居然感受到了生活 它竟然是个动词 这句我一口气看了八集 啊超级甜 大神作者丁与西和冷蒙小编于舒心的高甜日常 虽然这样的玛丽苏人设是老生常谈 但是真的好甜呀 锦衣之下 天赋一禀的六扇门 明不快人惊吓因为一桩案件和性情狠啊的锦衣 为陆毅结下梁子 今夏本以为此生与他再无交集 奈何冤家路窄 朝廷十万两修和款不一而非 今夏奉命协助陆毅一起下扬州查案 替朝廷找回丢失的观影 本世道不同不相为谋 却因今天命案联手 两人从事同水火到刮目相看 再到秦南自已 命运的齿轮从此旋转在一起 然而事与愿违 今夏竟是当年下沿案的遗孤 背负家族血仇的他 与陆毅之间横生了无法跨越的鸿沟 有情人历经苦难 为救百姓 抗倭寇 除奸命 放下家族仇怨 联手对敌 冲破世俗枷锁 勇敢地走到了一起 如此可爱的我们 2007年9月 树德教职公家属院的四个孩子 共同跨入了高中的大门 迎来了他们的16岁 这些发生在自调为编号 1992天团中黄成字 谈宋 祝金销 陈醉 贺金钊身上的一系列 关乎于梦想成长 以及点滴暧情愫的温情故事 也正是中国在踏入21世纪之初 四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与情感的缩影 这期部你看过哪一部呢